与整个牛群对抗 就像是躺臂当车 达瓦是孩子们唯一的希望 他决定铃儿遭险 小牛的母亲赶来营救她的孩子 但达瓦不想放弃 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机会 然而牦牛母亲保护孩子的意志 如达瓦一样坚定 母牛拥有脚猛烈地撞击达瓦的身体 一次 又一次 达瓦身负重伤 生气 红薄 感谢观看